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各位南都娛樂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陳麗農農農 然後現在我接受南都娛樂的快問快答挑戰 最想和誰當室友 我們現在室友有四個位置 那我希望他可以變成五個位置 就是六個位置還五個位置 我唸一下 許凱浩 林彥峻 李長根 林浩凱 我 五個 對 應該不能說挑戰 就是在100位練習生裡面當中 其實很多人都有自己優秀的地方 其實應該是去學習 會去想要較勁的話 會說這一方面你擅長的領域裡面 會不會我也可以做得跟你一樣好 對 喔 有 目前為止 李榮浩老師 對 麻辣燙跟那個辣條 對 來到台灣的話我覺得 就是喝你們喝過的珍珠奶茶 可是會相對來說會比較不一樣 對 那你們來到台灣的時候其實吃 某一些可能 你們吃過的東西或是沒吃過的東西 會覺得有不一樣的口味 對 希望你們會喜歡 對 有點多就是一定要最喜歡 如果可以讓我選擇的話 有狗 有貓 有 有 松鼠 那個雖然說是比較 偏向於說在什麼物體上面 不過我應該是最喜歡黑色 白色 這個 很free 對 就是現在我比較 亢奮一點 所以其實我喜歡的自拍表情 不是笑喔 對 所以現在 如果就是硬要用類型來說的話 應該是比較 可愛的 對 可是有時候還是會被 就是 他可能 沒有說 每一個方面都很優秀 可是莫名其妙 就是他可能有一個 點會去讓你想要欣賞 對 各位全民製作人大家好 很開心 這次是可以在 南都娛樂的鏡頭面前 跟你們說一些 自己的 心理話 對 就是 一直以來 很謝謝你們在 偶像練習生 透過偶像練習生 這個節目 知道我 陳立農 然後 在一路上 不停的支持我 信任我 鼓勵我 讓我 進步了真的很多 然後 也 學到了很多東西 也 碰到很多 壓力啊 或者是說不太好的事情 也因為你們 有 鼓勵到我 然後有 慢慢在做改變 往後呢 我也會 繼續 繼續的進步 然後去做 你們想要 看我表現的一些東西 就是 一樣的一句話 你們的胃口 就是我的動力 然後 請 依舊的繼續 照顧自己的身體 按時吃飯 我會繼續努力加油 請繼續支持我 謝謝